我現在就向大家介紹一個上網的工具 就叫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虛擬私人網絡 大家都知道它是用來翻牆的 可能你會問我身為香港或者其他國家不需要翻牆 不過這個VPN是可以去隱藏你的身份保障你的私隱 我也是NordVPN的用戶之一 我覺得它好用的地方就是它連接得很快 而且世界上60個國家五千多個連接點 遍佈美洲歐洲亞洲甚至非洲都有 而且你是NordVPN的訂戶的話 你可以同時使用六個工具一齊通過這個VPN上網 即是說一家大小都可以保障到私隱 現在就有優惠的 你點擊一條連結 底下這條連結 或者用這個code 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三折的月費優惠 三個四十九美金一個月 頭一個月是免費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好不好用 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想繼續跟大家報導一下 在北京那個情況 似乎就越來越嚴重 能不能夠控制得到呢 真是不知道 這個又是好像在這個武漢 這個華南海鮮市場一樣 新一波的爆發這個武漢肺炎的地點 也是一個叫做新發地的一個市場 什麼都可以賣 每天的進出的人數是過萬的 是一個相當大的一個市場 在這個北京的風台區 最新的情況就是 發現到是由十一號開始 十一號開始 即幾天之前四天之前計 就有五十一宗確診的個案 只是十三號到十四號 就已經有四十四宗了 大部分和新發地這個地方是有關的 究竟能不能夠控制得住呢 暫時就未清楚 不過就要注意的就是 究竟這個病是怎樣傳染回來的呢 現在就據這個北京的疾控中心 這個前首席研究員曾光 我不知道他是否代表到這個官方的看法 就說初步判斷 這是一個歐洲新型冠狀病毒的變種來的 他說如果防控做得好 就要兩個禮拜裡面 就出現拐點了 他要強調是這個歐洲的變種 其實是在說什麼呢 其實他就想說一件事 就是說這個病毒 未必是來自這個所謂本地的病發 不是一個本地的品種來的 為什麼會來自歐洲呢 因為這是一個批發市場 每天進出的人 也是一個零售市場 每天進出的人是過萬的 但是這個市場賣全世界來的貨品 早前不是有說的嗎 就說在撤三文魚的針板上 發現到這個病毒 所以就在整個北京所有的三文魚都沒有人買的 沒有人買的 全部都下架了 那麼這三文魚中國應該即使有 你知道有些假的 即是淡水的 樣子好似的 他都當作三文魚買 說很多蟲的那些 即使有 都不是佔主導 可能是來自歐洲的 又或者不只是三文魚的 其他的貨品 大家記不記得這個加利物流 香港的加利物流 其中一個包裝員出了事 都說他沒有離開過香港 也沒有接觸過其他這些 一些可疑的人 或者可疑的一些情況 都有機會是從他的包裝的物品 傳給那個人的 我今天跟傳染病專家說過 其實如果在設置業四度到八度 雪櫃大概四度 這個溫度 其實那些病毒如果染了上去 是可以存活兩個禮拜或以上 如果未傳給人 如果平滑的物質的面上停留 他可以停一段長的時間 可能是幾天那麼久 那麼平滑的物質包括什麼 包括 包括不鏽鋼的表面 包括一些扶手的不鏽鋼 又或者是玻璃 又或者是那些 例如保鮮紙之類的 平滑的面上停留 很長的時間 那就是說 是真的有機會 是由物質傳給人的 一些都不奇怪的 那麼現在北京大為緊張 就是進入一個作戰的狀態 那麼他就說 在這個新法地的周邊 總共有四萬六千個居民 進行這個病毒的核酸檢測 目前已經檢測了超過一萬人 四周都是人狼的說 那麼你也就派不同的人 要求商戶等等 去做消毒 確保是沒有這個 這個病毒的傳播 沒有這個衛生的環境出問題 那麼現在就說 北京就有些超市 很多的食物都搶救一空 也都令到北京的官員 來一個擔心的問題 來一個擔心的問題 會引起民變 現在的說法就說 不用擔心 全國一定是保證北京的供應 但是北京的居民 就不太聽這些說法 四周都去搶食物 這個就是北京目前的情況 究竟能否控制得住呢 是不是真的外來來的呢 這個是不是外來來的呢 我覺得到今天已經不重要了 到今天已經不重要了 為什麼不重要呢 即使你找到那個是由貨品傳給人的 但是現在 發現到陽性的染病 已經去到51宗那麼多 就是說那個病毒已經不單止 不只是由物傳給人 不只是由貨品傳給人 即使三文魚那裡有 一定不只是由三文魚傳給人 現在是人傳人的情況已經存在 究竟你能不能夠contain到呢 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 在武漢 你可以統攬全局 那段決策 就下令封城 將一千萬人的城市一夜之間封閉了 裡面犧牲有多大 有多少人受害 只要將這個病毒不能夠傳出去 那就成功了 其實代價是極大極大極大 學不到的全世界 人家是講民主人權法治的 所以你在歐洲在美國 疫症很厲害的時候 所謂禁足令 不讓人出街 周圍都有 示威抗議 勸很久才能解決問題 是不是 在中國才行 因為是一個極權統治的國家 我記得初期的時候 有些片 有些片流傳 沒有辦法辨別到真偽 就是說什麼 就是有些公安人員 是用賀槍實彈在街上巡邏 好像在武漢就是這樣 你夠膽出來 就真的假裝你 在西方的民主國家 是不能夠這樣做的 就是告到你脫褲 是不是 是不能夠這樣做的 所以 整個問題的關鍵就是 這些是複製不了的 好了 不單是西方複製不了武漢的情況 西方北京也複製不了武漢的情況 你試想一下北京這個天子腳下首善之區 會不會用這個封城的方法去處理這個問題 封城會影響有多大 但是又很害怕 當這個病毒漫延出去的時候 對 你知道很多高官在那裡 很多高級幹部 及其親屬 很多子女 你能不能夠 確保 他們不會染病 是不是百分之百呢 如果一路漫延出去的時候會怎樣 這個是一個 很頭痛的問題 他們怎樣處理 所以現在 民說這個 在這個新法地市場所屬的風台區 有些官員就已經 要拜拜 已經被 因為防疫不力 對不起 就已經要被剝奪了他的官員身份 北京是非常緊張的 看看這兩個星期 情況有多嚴重 還有一件事 又是這個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 有一個調查 發現了一個調查 就是說這個武漢肺炎的數據 是 有些造假的情況 有些是不盡不實的情況 在去年10月的時候 根據美國一項調查 在去年10月的時候已經爆發了 這個報告 就推算 這個武漢死於武漢肺炎 在武漢市內死於這個疫情的人數 是高達三萬六千人 中國現在的數字 全國都是八千多人 是政府的數據的十倍以上 同時這個報告也批評 這個中國延誤了訊息 也令到全世界沒有及時的時間 去應對防止這個瘟疫蔓延 這個報告是誰做的 華盛頓大學 醫學院和俄銀河州立大學學長聯合發表 他們也是這樣推算 上次哈佛的推算是用衛星 看看武漢的主要醫院周邊 那些車輛的情況 香港的推算是 回到武漢的香港居民 他們的血清的洋性反應 有抗體的洋性反應 究竟是怎樣 兩個推算都被吳秋北 抨擊 扣袁國勇的母子 說他是美國外援 我相信這個第三個推算 這個推算可能 吳秋北有機會再出聲 是怎樣 他說 武漢每一個火葬場 自從1月25日之後 每天營運四個小時 改為全天候營運 火化爐最高的運作能力 每天火化二千具屍體 調查發現 2月19日武漢又從外地調離 殯儀業工作者 和四十個移動的焚化爐 顯示死亡人數激增 報告估計 由1月25日到2月7日 武漢疫情死亡個案 已經達到七千人 從這個死亡率再回索 推算的話 武漢當時染病的人數 在30萬到127萬中間 而中國政府 在2月7日提供的死亡率 是3.14% 政府公佈的感染人數 是3.3% 現在學校鋁觀燈設施 增加病場達到19萬張 所以醫療資源和病人的比例 是惹人質疑的 所以據推算 可能是有機會 死亡的人數 是達到36,000人 你可以完全挑戰他的假設 包括焚沙爐 每天可以燒幾多屍體 增加多少的焚化爐 然後死亡人數 究竟死亡率是多高 去同意推算這個數字 OK 除了這個數字之外 其實大家還記得 有一個圖片 在內地的媒體 寫出一段文字 就是領取骨灰核的人數的分析 領取骨灰核人數的分析 加上這裏 所以推算 總共死亡的人數 去到36,000人 是政府公佈的十倍 如果死亡人數是政府公佈的十倍的話 八千多人 全國可能去到八萬多人 有機會比這個數更大 染病的人數 可能是遠遠高過這個數 報告的讚世人 亦都說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病理學教授 另外提到 9月18日 武漢海關進行了一次 去年9月18日的演習 其中是針對新冠病毒的應急措施 這件事就有點QK 他說中國政府錯過了關鍵時間 如果去年的9月18日已經進行演習 那個病到12月才傳出來爆發 那他就變成先知 如果根據哈佛大學的研究 就說在武漢 那些在主要醫院周邊的停車位 在那段時間也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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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上搜尋引擎 去翻查 有關於武漢肺炎的某些症狀 搜尋的數字大幅飆升 時維什麼時候呢 時維是八月左右 如果9月18日武漢進行了一個演習 針對新冠肺炎的話 即是說八月到九月 其實武漢當局是否知道 有這個可怕的傳染病 已經在武漢蔓延之中 他沒有向外面通報呢 現在中國咬著一件事不放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他是一月初已經將 因為十二月下旬發現這個病 一月初已經是第一時間 將病的通報給世衛 亦都告訴美國 他咬著這件事不放 他說我們做了 然後到一月二十三日 才宣布封城 因為二十日 鍾南山就說 這個肯定會有人傳人 由一個病人已經傳給了 七個八個武漢醫護人員 於是二十日說了 二十三日就宣布封城 中國的timeline是一月初 已經向世衛通報 但是如果世界上 發現這個病毒 其實是什麼時候開始傳播呢 如果是在八月 九月份開始傳播的話 連武漢海關也做了一個演習的話 那就是說 中國延遲通報給全世界 是由我當是九月開始 到一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起碼三到四個月的時間 是延遲了很多 當然 這個 當中國自己 不坦白說給全世界知道 是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那些科學家 就只能用一種間接的方法 去找那些蛛絲麻跡出來 這個不是什麼情報 這是一個科學研究來的 剛才說的都是科學研究 領骨灰 有多少人領 墳化爐 可以燒多少個屍體 24小時運作 本來一天四個小時 變成24小時運作 為什麼24小時運作 屍體太多 是嗎 在外國呢 拍到的 例如美國 疫情最嚴峻的時候 劃過大坑 集體 有的 連這麼文明 這樣才會 沒有辦法 屍體擺在這裡 會破爛 會傳染 加不病 巴西也是這樣 死人態度 被人認到 你不能抵賴 巴西就 直接說 不要通報的數字 這些國家 真的很奇怪 但是 在 中國大陸 透明度極低的時候 只能夠靠這個方法 究竟武漢有沒有緩報 失望人數 未必官方公佈的數字 多成十倍 找科學家繼續去探究 我比較關心的問題 就是 有關於北京的疫情 究竟他能不能控制得住 北京的疫情 關於香港有什麼事呢 我不是特別關心北京的居民 我比較關心香港 原因就是 現在特區政府 正在積極研究一件事 就是 鄰近我們的地方 包括澳門 包括廣州等等 南邊的地方 深圳之類 用一個健康碼的形式 讓兩地人員 往來就不需要隔離十四天 現在要的 好了 我想知道 北京沒有封城 如果這個病 在北京蔓延開去 北京的人可以去其他省份 現在 某些省份已經開始 防武漢的人這樣 你在北京來的 他真是歧視你 不讓你去哪裏 去哪裏 要出得很清楚 如果北京的人離開了北京 去到南方 他不知什麼方法 拿到健康碼 他又可以來到香港 又不用隔離十四天 市民香港 守不守得住 這是我特別關心的問題 第二波疫情爆發呢 這個不是說的 不是理論上 已經實際發生了 美國 有第二波疫情爆發 是有出現過 因為那個社交距離 那個禁足令 已經放寬了 同樣地歐洲一樣 很多的活動 恢復了 商業的活動 體育的活動恢復 是有反彈的跡象 在南半球的情況更加嚴重 如果我們用這個健康碼的形式 令到 香港澳門或中國大陸其他地方 大家可以互通的時候 可以互動的 固然 這個經濟上的活動 是可以恢復 但是 我們信不信得中國大陸 拿這個健康碼這個機制呢 能不能夠確保到這個病 不會通過這個健康碼 如果人來香港呢 這個是我最擔心的問題 也是我最關心的問題 因為北京這個疫情 其實跟我沒有什麼大關係 但是 如果他的人來到香港 就跟我有關 跟香港人有關 這一點 大家必須要注意 新的事情 最新的動態 好嗎 有什麼發展 我當然會在這裡 第一時間跟大家再講 好嗎 我們先到這裡 支持我的patreon 支持這個心情好法的channel 好嗎 classw是share 用手動告訴多些人 以及用不同的方法去實質支持我 聊到這裡 拜拜